哈囉,大家好,我是杜獎 這支影片跟平常影片不一樣 是跟大家聊一下 我第一次在日本做救護車 然後受傷的經驗 那大家不用擔心 我現在已經幾乎是好了 就在等它復原而已 所以現在呢 都已經算是 可以自由活動的時候 那首先跟大家說 我是怎麼受傷的 簡單來說就是 就大家有沒有聽到跌倒 覺得 蛤,跌倒還需要叫救護車 那當時我就穿短褲 然後跌倒直接撞在一個 大石頭上面 然後在我的小腿正前面 就被撞出了一個洞 那就血流如注 整隻腿都流滿了血 那因為我沒有具備 醫療相關知識 再加上說 其實當下也沒有痛到 完全不能忍受的狀態 我就覺得 就是血擦掉 回家 就讓他自己休養就好了 可是 就站起來就很痛 然後就不太能走路這樣子 那個時候都只是覺得 怎麼這麼衰 會跌倒還撞在一個石頭上 然後腳還會撞出一個洞 這樣 因為文當其實也沒什麼經驗 所以他看到他也不覺得好像真的到很嚴重 那那個時候我就打給我媽媽 媽媽就很擔心 要我拍照傳給他 然後我媽媽跟我爸爸一看到照片 就非常的驚訝 就說天啊 你這個已經破了一個洞 都看到裡面了 這個你一定要縫起來 然後就叫我 叫救護車 我那時候其實是還滿排斥 叫救護車的 因為就覺得 帶給人家困擾 就這個痛我又不是不能忍這樣子 然後媽媽就跟我講了很多 我這個可能會感染 因為他已經完全都看到裡面 看到白白的這樣子 然後我跟文當才意識到 好像真的滿嚴重的 然後就打電話叫了救護車 那日本的救護車超快的 一下就來了 那在救護車上面的時候呢 救護員就問了我很多問題 然後問我當時受傷的情況 還有當時的環境 因為他要負責寫報告給急診室的醫生 那到了急診室之後呢 急診室整個感覺跟台灣還滿像 因為我在台灣也有去過幾次急診室 整個氛圍跟環境都很像 只是 日本急診室人非常的少 那可能也是跟我去的醫院有關係 可是 在我印象中 台灣的醫院能更多一點 總之那時候還是等了一段時間 那一進去之後呢 那個醫生一看到我的傷就說 我這個一定要馬上縫起來 然後我要打破傷風 然後我跟文當就想說 好險就是有聽我媽媽跟爸爸的建議 不然我們兩個本來就覺得就放置不理他 其實在那個當下我們兩個就還滿震撼的 因為一直覺得自己已經是大人了 然後才發現說 自己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懂 專業知識也不足 如果大家像我一樣 就是你們一定撞出一個洞 都看到裡面白白的東西 血流入住的時候 請一定要去看醫生 然後打破傷風 不然容易感染 應該算是我第一次縫傷口吧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出過車禍 但是那個時候好像也沒有縫傷口 在我的記憶中是第一次 那個時候負責我的醫生 是一個女醫生 她人非常的好 然後她會陪我聊天 分散我的注意力 問我為什麼來日本啊 什麼就是跟我閒聊 讓我放鬆一點 那那個時候女醫生其實還滿好的 因為本來是請家屬 就是文當在外面等 但是因為她看到我還滿害怕 要縫真的關係 她就問我說 要不要請就是老公進來陪 然後我就說 就是希望可以 然後她就請文當進來 那文當從頭到尾就是 也就在旁邊握著我的手 好像我要動什麼大手術一樣 其實就是縫傷口啊 那縫完傷口之後呢 就打了破傷風 那那個醫生 她其實是跟我解釋的還滿仔細的 講話也很慢啊 很溫柔 那因為畢竟我是外國人的關係 她跟我講完之後 會再跟文當確認一次 是這樣子 是這樣 畢竟如果有我聽不懂的部分 讓文當也聽得懂 比較保險 那因為我受傷的地方是腳 而且都是會出到力氣的地方 那醫生就跟我說 她建議我就是最好是不要走路 因為我如果走路的話 體重會加上去 就會有可能傷口會裂開 她覺得比較危險 就是叫我要小心一點 而且只要一動都超痛的 腳要一直維持水平的狀態 那其實醫生她也是還滿怕我感染的 所以她就是跟我說 我回家之後 隔一天早上再來一次醫院 他們再看一下狀況 看有沒有感染 那如果沒有感染的話 就是好好保養 等時間過了 就是傷口差不多了 就等去拆線 那拆線之後都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慢慢的傷口復原這樣 就是我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真的很嚴重的傷 但這一次受傷對我跟文藍來說 有滿多象徵性意義的 像是健康真的很寶貴這件事情 我一整天的移動範圍 就是從床到廁所 因為我走一點路就會很痛這樣 因為不只是傷口 其他地方撞到的地方也都會痛 所以我們去醫院跟回來 全部都坐計程車 大家也知道日本的計程車非常的貴 光是我們去看醫生 然後再去給醫生檢查 然後拆線這樣子來來回回 就花了好幾萬日圓 就覺得健康真的很寶貴 而且真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錢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我去送急診那一天 剛好忘記帶健保卡 我真的是差點被自己氣死 就偏偏就是那天忘記帶 他們都是跟台灣一樣 你可以先自費付全額 只會拿健保卡來退款這樣 那因為我隔天還要再去一次 急診室檢查的關係 所以就沒差 只是因為那個價錢差太多 我真的是被嚇到 本來的話要台幣快兩萬塊 然後用健保之後 好像只要台幣一千多吧 我忘記確切的數字了 反正就是它的差距真的非常的大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跟文當兩個人在想說 就是發明健保制度的人 就是真的很偉大 因為這些醫術是非常珍貴的財產嘛 那大家每個月這樣繳錢發生事情的時候 就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一次卡在身上 就覺得健保這個制度真的非常的偉大 那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我現在真的就是等它復原而已 那在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真的是還蠻感謝文當的 因為文當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要幫我準備三餐 還要幫我洗頭 幫我吹頭 然後我需要什麼東西 他又要幫我拿 其實老實說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也很感謝他 然後還有一點 是我非常非常感動的是 我的家人其實他們非常非常的擔心我這一次受傷 因為我不在他們身邊 他們也看不到狀況 文當從我受傷的當下 把我上救護車 然後在醫院的狀況 都拍照傳給我的家人的群組 然後很努力的用他 僅知道的中文的漢字努力的表達 就是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除此之外呢 文當還幫我去藥局買很多必要的用品 那每天幫我換藥、擦藥 然後每天拍傷口的照片 還有我修養的照片 還有我動起來的照片 就是給我家人讓他們安心 而且文當都會跟我說 要比夜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就是家人不會擔心 其實我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也不希望我的家人擔心 那文當這樣做就讓我家人 可以每天掌握我的狀況 這一次其實真的是很感謝他 然後也很感動 雖然現在文當在另外一個房間睡覺 沒有聽到我這段話 但是我自己私下是有在跟他講過很多次 就是真的很謝謝他 然後也更覺得自己要在 再更小心一點 健康真的無價 那也謝謝之前我在IG大概說一下我受傷之後 就有很多觀眾傳訊息 關心我啊 就希望我快點好 就真的很謝謝大家 因為我就是躺在那個床上 然後看大家的留言 就會覺得很暖心耶 就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也請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像我一樣 跌倒 還要跌在一顆石頭上 直接跌出一個洞 整隻腿都是血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樣 請大家要多加注意你的身邊環境 像我一樣 這麼笨 好啦這支影片呢 就大概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的經驗 希望我的人生 不要再有下一次做救護車的經驗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見 掰掰 掰掰